宣政府推暖心食堂在7月2号救急上路 但可能因为宣传不足 中区乡镇不仅领取餐却的人少 配合的餐饮业者也是屈指可数 让政府的美意大打折扣 热烈厂陈进光还有南区县政府中心的副主任周玉梅 也特别在市区和富原三村地区来广宣 希望餐饮业者可以加入暖心食堂行列 7月2号暖心食堂救急上路首日 日测厢上午仅有两位民众来领取餐食兑换券 至于暖心食堂的店家也仅有两家加入 这让人不眠忧心空有券而无处可吃的窘境 现在府社会处餐食兑换券第一波预计发出4500张 至于暖心食堂登陆的厂商目前有39家 而其中25家都集中在花莲市 至于中南区乡镇店家屈指可数 来护所洽工才只有招募暖心食堂的店家业者 二话不说立刻加入 暖心食堂利益良善 但业者也指出宣传不够 店家也无从配合 而敢在今天上午申办完成 成为暖心食堂之一的复原社区发展协会 理事长周玉梅也将协助广宣 所以在富原山村还有马远村 领有这个暖心餐卷的民众可以到富原社区 就是在保安工旁边的早餐店 他可以领早餐跟午餐 那晚餐的部分我们社区也会去做调整 真的有需求的 我们可以采预约制 疫情严峻大家也都高度关注 现在五个项防疫措施及相关的应应对策 而对于暖心食堂也高度赞同 入市厂长陈金光表示 至于缺少店家业者配合的问题 相关所也派员和市区店家业者 一一宣传协调 我有请我们民政客 承办人员到我们瑞税乡 所有的店家去跟他们询问 希望他们能够多多加入 那也对我们现在疫情的业者 也多少有一些注意 从昨日期到7月12号 县政府社会处为期11天的暖心食堂 与餐食兑换券措施 希望对受疫情影响 三餐不济的经济弱势民众 也可以获得温饱之外 也希望中南区店家业者也能多配合 共同加入暖心食堂之列 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